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按照他在兩年前所訂下來的安排 在10月的時候卸任了集團的董事 在臨別之際 他有一段短片被人在網上流傳 片中他勸戒中國人 千萬不要自滿 究竟他是發表了什麼的偉論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馬雲真是堪稱一個金巨王 只不過他所說的說話合不合聽 真是見仁見智 尤其是他在2013年踩成哥的那番說話 真是經常被網民拿出來翻兜 當年馬雲就意氣風發 他又說到 這個是互聯網的時代 不再屬於李嘉誠 李嘉誠在他那個年代 真是挺不錯的 但是現在已經不可能再出現另一個李嘉誠 在10年之間 四大家族 即是說香港的四大地產發展商 市籍 加起來都不及 騰訊和阿里巴巴 他說的這番說話 現在只不過是七年的光景 他就已經在大陸政府大力倡議國進民退的情況下 要引退 無論是自願也好 非自願也好 但是 誠哥在香港 在世界上 依然 還是押納不到 所以有時候說話 千萬要留有一線 不要因為一時快地上頭 說到過了 否則在他的餘生 都會不斷有人拿出來炒冷飯 實情誠哥的成功之道 當然有很多因素 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救了高瞻遠足 他能夠動息先機 若然你說現在身處在一個互聯網的時代 怎麼會不是屬於李嘉誠 在Facebook未曾發跡的時候 誠哥就已經有份侵股投資 更何況 誠哥現在投資在高薪科技 生物科技上的項目 多不勝數 誠哥可以說是百足那麼多找 不只是投資房地產一樣那麼寡 所以馬雲在評論之前 最好 都是做足點功課 不要以為 只是一味靠投機炒賣 就可以發達 發得那麼厲害才行 除此之外 有一件事 我想連馬雲都要復到李嘉誠 看頭地 就是誠哥看事物 真的看得很準 就說上個月 忽然間 大陸傳媒就出了一個消息 說成都政府 就要禁止和王地產成都有限公司提供融資 後來才說 原來和王成都 早就在今年的7月尾的時候 出售了給一家內房集團 叫宇州集團 以及 成都稅卓置業所合資的一家公司 一早就已經是金蟬脫學了 而且還套現了七十多億人民幣 所以你說是不是 服得他很緊要 一拍拖子就走了 沒多久就已經被人禁止融資了 故此 這個時代是不是屬於李嘉誠 並非馬雲一人說了算 時間就是會講明了一切 說回馬雲那段短片裏 究竟為什麼他會 語重心長地勸誡中國人 叫他們不要自滿呢 原來他就是 中國的芯片科技 還遠遠地落後 外國二十年 他首先說到 說美國開始害怕中國 所以就走去打壓海外版的 抖音 即是TikTok和微信 因為中國這些Apps 實在是做得比美國更加好 好 但是他後來就兜底了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其實中國這些創新 只不過是在應用上的創新 真正底層的東西 中國是並沒有做到創新的 比如說這幾年中國的手機應用程式的Apps就很多了 有抖音、美團等等 但是這些只不過是在應用層面 這個是智能手機和網絡基礎上的應用 但是不管是智能手機也好 網絡上面也好 到最後都仍然是需要的運算能力 也就是 芯片 就是那個靈魂之所在 網絡和智能手機都不是中國發明的 而芯片 中國仍然是落後外國二十年 真正底層的運算和邏輯 底層的科學和科技 中國仍然是遠遠地落口於人 雖然我不同意他說 美國怕了中國 所以就去打壓TikTok和微信 但是他後面的大部分 我主要來講都是認同的 他就是點出了 中國科技發展的核心問題 以往 中國給人的感覺就是 好像科學發展一天千里 又有華為 對呀又這樣那樣 但是實際上來講 這個就是流於應勇 馬雲所說的 Apps其實也不是你發明的 有時候的概念都是抄外國的 都不要緊 但是底蘊就是芯片 智能手機的零部件 這些部分 究竟有多少份額 是完全中國自主的科技可以創造出來的 而又有多少在過去一段長時間 純粹就是靠進口外國的材料 然後在大陸的工廠進行裝填 這個問題不僅局限於在智能手機上 甚至大陸的C919客機都是有類似的問題 引擎是不是你發明的 是不是你製造的 還是你純粹製造飛機的椅子 塗裝 冷氣 諸如此類 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高端的東西 所以馬雲的這番說話 可以說是點出了中國科技發展的 核心問題 至於 他所說的這番說話 其實跟主旋律不太符合 因為根據 大陸國務院在8月的時候 所印發的一份文件 提到 說到了2025年 中國芯片的自給率是要到70% 到底中國製造的芯片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馬雲的看法似乎有所不同 他就說 如果中國真的完全脫離了外國的科技 目前都只能夠勉強生產得到 90納米級別的芯片 大陸現在就可以自主生產到28納米的芯片 但是那些 仍然有多少是外國科技的成份 脫離了90納米 死不死 他說 這個已經是英特爾 英特爾在2004年的科技 他還說到 很多人感覺上 中國好像在人工智能領域 是領先世界的 但是其實 中國只是在人工智能的應用上領先 所以 他退下來的時候 都說出一些真話 好過是一句都不說 但是又有多少人肯聽他這些說話 定義或是做官的 更多就去揣摩上意 去拆鞋 說一些假大空的事 說一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事 然後再說一下中芯國際 根據財新網的報導所說 中芯國際自己 都證實了 是遭到 美國方面的封殺 其實這也是 引證得到 盧透社當日的報導 不是流了 盧透社當時說 看過美國商務部的封信 之後 中芯國際一直都說 沒有收到消息 現在就證實了 美國商務部家人士 向部分供應商發出了信件 對於向中芯國際出口的部分美國設備 配件 和原材料 將會是受到美國出口管制規定的進一步限制 必須要事先申請出口許可證後 才能夠繼續供貨 中芯國際就說正在評估 這個限制的影響 對於未來生產經營 可能會產生重要的不利影響 當然就很不利 美國首先圍堵華為 使得他買不到芯片 然後大陸就說 不要緊 因為有中芯國際可以自主生產 現在美國就開始動了中芯國際 你說是不是一條龍 所以這也會產生一個惡性循環 華為買不到芯片 中芯國際現在又被人動 到底華為用什麼芯片 是不是用橫芯 還是用什麼 現在大陸至少有六家 政府侵股的半導體企業 都要難你收場 那時候中芯國際又被人限制供貨 你說自主研發 你也要有相關機器才能研發 難道是憑空想像的芯片出來 現在又被美國限制供應 那你找誰來提供機器給你呢 還說到在2025年有七成的自給率 那些芯片可能比花旗芯片大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